欢迎收看9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中文公路苏花公路因为0403地震 凯米台风受创 行政院长卓榮泰今天前来花莲 视察铁公路灾情 指示工程单位在安全的前提下 尽力缩短工期 尽快把泰鲁阁的美还给世界 行政院卓榮泰29号前来花莲 会看铁公路灾后修复状况 并且前往泰鲁阁福德四边坡复建工程 苏花公路会得隧道北口灾点进行勘查 在综合公路灾后部分分为三阶段施工 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六处边坡保护工程 而苏花公路目前首要提升短期公路抗灾能力 未来苏花公路抗灾能力有信心会逐步提升 所有可能受到强降雨 或者其他台风可能的这些天然灾害所造成的危险 造成路段甚至出轨 所以除了告警系统 需要院长全线 有疑虑的地方都应该把它告警系统 把它收取 另外 另外就是 这个铁路的高架化 铁路的高架化 在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化 做一次彻底的解决 让这个未来 不管是风雨来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 即便有土石流下来 因为已经高架起来 就不会有中断的问题 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谈论的事情 包括那个巨石怎么处理 包括铁路的高架段 高架的法案怎么处理 那这个其实 陈世凯部长在这两天当中 跟上任之后 也都跟我谈过两次 相类似的事情 我们会注意 我这边要特别说到就是 全线的告警系统 我们明年要完成 明年的四月可以完成 全线的告警系统 在这一点 我要特别请杜董事长 务必要如期的 而且有效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小新水系这一次的断桥 我们已经得到了痛苦的经验 负责任的态度 除了避免第一次的错误之外 我们要更完全的 避免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全线的告警系统 就是帮助我们 在提高安全上最重要的 况且我要要求 大雨来 台风来的时候 除了全线的告警系统 电脑的控制了解之外 人力的投入 要双重的保障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由于台风逼近 周荣泰表示 目前的整备工作在进行中 凯铁公路局抢救在机具 都已经完成到位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抢通 不过还是希望台风不要来 院长 台风要来的相关的整备工作 有没有什么指示 跟以往一样 我们提高警觉 做好准备 那我们的经验现在越来越丰富 但是最终希望台风不要来 你会在岁上 无论 土豆 水 水 水